配合民法將成年從二十歲下修到十八歲 所以行政院會是在今天通過 防務部的司法院 設置第七四八號解釋施行法的部分 條文修正草案 原本滿十八歲 未滿二十歲的同性婚姻 需要取得法定代理人的同意的規定 要進行刪除 從明年元旦開始實施 現在有落差 十八歲到二十歲現行法 要經過法定代理人同意 但是明年的一月一號 一百一十二年一月一號 那我們的成年年齡已經降到十八歲 所以就不需要再經過法定代理人同意 院長蘇貞昌表示 表案配合民法下修成年 還有結婚年齡到十八歲 會從明年的一月一號開始實行 和民法一致 也展現政府重視青年人權的決心